为什么你的射门没力量 是腿没别人粗 还是爆发力没别人好 别扯了 这只是最粗浅的直观看法 尽管每个个体都有力量上的差距 但大部分的原因是 你没明白什么是身体的动力链 足球中任何一个技术动作 都不可能靠单一肌肉发力完成 为什么总是说 射门使身体核心要同步发力 因为当你触球前的一刹那 从肌肉 骨骼 关节和神经系统 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发力链条 助跑的惯性发力 核心的发力 髋关节和大腿摆动的力 将所有力量从一个环节 传递到另外一个环节 最后将大部分参与的肌肉力量 碾成一股神往一处使 以此产生强大的驱动力 当触球成功之后 就形成了边稳效应 让身体能量通过动力链 最大化地释放出来 一旦你的动力链上出现了缺失 比如姿势错误 导致的力量中断和不连贯 那最终可不是只靠腿的发力而已吗 然后结论只是在比较腿的粗细 所以当你学会调动更多的力量参与 让动力链更完整 自然会发现 你也依然可以提出具有力量的射门 而那些爆发力更强的球员 只是在此基础上 能更好地通过动力链 把全身力量完整发出 腿部力量就自然成了一种加分项 足球是运动 也是科学 明白原理才能让你球技大涨